你可以先,也可以試試看 比如說我已經下載XM了 接下來如果我希望解析出來 我希望存成Excel檔 而且這個Excel檔是希望檔成這個樣子 只要三個欄位 三個欄位其實就是 1、2、3欄 總共有14欄,我不要那麼多欄 我只要前三欄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後面4到14都不要 這樣的話要怎麼做 想想看 反正基本上你會發現 下載資料爬重 通常是這樣 反正先把它爬下來 爬下來之後的話 能再取你要的部分資料 你不可能全部都一樣 藍數這麼多 有的時候你資料進來之後 取你要的資料 然後再做後續的統計分析 看你要做報表 反正報表你需要哪些欄位 你有就好了 有沒有OK 所以要怎麼剔除掉 這個也是需要熟練的 那其中的話我發現 最重要還是了解所謂的串列 有沒有你會發現 我們就要做去 最難的 最容易出錯的好像是串列部分 所以如果你串列部分 概念清楚 有發現後面寫程式就簡單了 所以接下來的話第一步 我們已經做完了什麼 資料下載了 而且已經把它存成 XML檔 所以第一步OK了 那第二步的話呢 我們來看 這個應該在第31頁的地方 所以我剛剛講 31頁的程式 其實這個有點難 所以我直接把程式 就放在雲端上面 你們直接參考著來做 我是把它放在第32頁 所以32頁這邊 這個是第一段 步驟1 第二段的話是步驟2 那步驟2的話呢 我就先把它下載 把它直接複製貼 我是建議你貼完之後 可以刪掉部分資料 自己再練習過 然後我需要做哪些地方 我直接在這邊貼上 那其中的話呢 因為我剛剛講過 就是我們會需要這個套件 這個套件名稱叫做 XML E-Tree 那這個套件裡面 有非常多的模組 其中有一個模組 就是叫做Element Tree 主要就用這個 因為它其實能夠處理XML 相關的套件非常的多 那我再找了一下 其中這個Element Tree 剛好符合我們的需要 Element Tree裡面呢 有一個方法 叫做Path 這個Path的方法 它後面提供給它的參數 必須要是一個檔案 所以為什麼我剛剛講 要先把它存檔 主要原因是因為 你如果用這個Path的方法 它必須要是一個檔案 所以我們剛剛已經存好一個檔案 叫Uby 有沒有 Uby.xml 那後面這邊跟各位講 From後面一般是接套件 Import後面的話 通常是接 這個是套件 這個是模組 那一個套件裡面 有非常多個模組 所以我們就選擇Element Tree 那因為Element Tree名稱太長了 所以我就把它縮短一下 叫SET好了 所以它的名稱就改成ET 所以以後呢 我們用這個模組的時候 一律叫ET 所以後面叫ET.Path 主要是用Element Tree裡面的Path方法 OK齁 當然你想說 老師有沒有其他的模組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可以很多 網路上你Google一下 你會發現太多了 但是我發現能用的沒洗的 真的是花非常多時間 因為解析XML的方法太多了 但是最終我發現很多模組 太複雜了吧 光解決一個簡單問題 既然我的語法要下非常多 那我覺得不OK 所以只要太複雜 我把它去掉 最後發現Element Tree最簡單 所以為什麼會用這個 其實主要原因是因為它簡單符合我的需求 那你想說老師我可用別的可以 很花時間 我發現 其實Python雖然它自有軟體 但自有軟體有個缺點 就是什麼都免費 但是它就是不提供給你一個最好的選項 有點像是你去吃自助餐一樣 反正你自助餐 你總不會有個服務生說 你還問服務生 你可不可以推薦一下 你們今天你們餐廳有沒有最棒的餐點 可不可以跟我推薦一下 你總不能去吃自助餐的時候 還跟老闆講 老闆你可以推薦一下哪些是好吃的 你都不想理你 自助餐哪有人還要 還跟你講那麼多 還跟你帶胃 還跟你倒水 想都別想 所以自有軟體的好處 就是比較沒有費用的問題 但是缺點的話也就是在這裡 你要自己服務自己 OK 不過有的時候反而會是一個問題 我今天就是想要當大爺 我就是想要簡單 那你還要叫我什麼都要自己來 那感覺就掃興了 對 那就不對了 所以有些時候你可能要看企業的需求 有些企業反正像 像台積電那麼大的公司 他現在就是要穩定 結果你跟他講說自由軟體 他講說我幹嘛要做 我一定要是 我出了幾錢 反正我是要最貴的 多少錢都沒關係 我是要最貴最好的 最有效率的 你通通拿來 你不要給我那種什麼自由軟體 我不是要省錢 我是要穩定的 Stable的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當然 可能你推薦給他這些東西 就不一定是他要的 OK 好 所以這個可能思維上面還是要了解一下 當然因為目前這個很夯 而且其實說真的 他裡面真的是有太多的資源 目前三億幾萬種這種外掛 隨便你掛 但問題來了 三億幾萬種你要花時間去try 沒有人 如果沒有人告訴你哪一個最好的話 你可能要自己花時間 那如果你本身功力不夠的人 那怎麼辦 對不對 像我們是自己還可以自己去找 自己去try 自己去找個方法 但如果你目前沒這個能力的話 那可能就是一個問題 OK 所以至於 不過至少你可以慢慢磨練 如果你哪一天可以做到這樣子 以後你就可以自己找一些外掛 自己產生你要的結果也OK 所以pass 然後把檔案位給他 那接下來就很簡單 接下來的話 它裡面有一個方法 就是elementry pass之後會產生一個tree 不過這個tree的話 其實在我們的那個剛剛的這個畫面上 就是說用那個xml editor 其實它這個所謂的tree 在這邊叫object 所以如果假設 你假設要跟這邊長一模一樣的話 你可以換個名稱 因為不同的地方 都會有不同的 你也許可以叫什麼 叫object也可以 不過這個object 我不曉得是保留字 或者叫obj好了 比如說叫obj好了 那如果obj 我就不叫tree 叫obj 好 那obj的話呢 就是get root 那get root 前面的話呢 基本上呢 它在我們樹狀圖裡面的話 底下這一層叫什麼 叫table 所以呢 我們就是可以把這個table 有沒有 get回來 所以呢 我們get回來 意思說把這個get root 得到的其實就是這個table 裡面的所有東西了 那這個table裡面呢 我只要 把它如果要全部讀出來的話 我們底下呢 我們底下呢 就可以喔 用for回圈呢 for each的回圈 for each 那裡面後面這個地方 其實我這邊本來用data 不過 如果你要跟那個 我們畫這個上面一樣的話 那這個叫row Row 所以其實你甚至可以把data 改成Row 那這一串 這個回圈的敘述意思 就是for each for each row 也就是說每一行喔 在table裡面每一行 通通幫我把它抓回來的意思 ok 那抓回來要幹嘛呢 所以喔 底下喔 那你可以改啦 你如果假設你希望 看到的這個結果喔 長得就是 跟那個畫面上一模一樣的話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對應關係 一個是obj 一個table 一個roll 那這樣你就知道了 以後的話你貼上 照著就可以知道了 所以其實為什麼寫這一段 基本上就是把東西抓回來 但是我要抓的話呢 其實沒有要全部 我要前三 前三個就好 那怎麼前三個 基本上喔 如果你要抓第幾個的話 你一樣的方式 中瓜胡裡面呢 後面叫做縮影值 所以呢 縮影值如果是0的話 表示第一欄 那裡面的資料叫.test 所以呢 把第一欄裡面的資料抓回來 就是row 中瓜胡0.test 那以此可以推啦 那我要第二欄 第三欄 所以呢 基本上喔 我就是抓前三欄的資料 那當然三欄的資料 如果我要存成CSV 我講 我用format 格式化成什麼 格式化成中間加豆點 後面加一個斜線 那這樣不就是CSV 基本上每一列的架構 有沒有 豆點 然後換行 這樣就ok了 然後一個rowboil坑 一個rowboil坑 然後呢 在最上面再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 這上面的那個欄位名字 因為它預設沒有欄位名稱 所以CSV上面先串一個s 等於它的欄位名稱換行 然後就把xml裡面的資料先抓過來 然後抓第一欄 第二欄 第三欄 然後塞到後面 塞完之後的話呢 它最後做什麼了 最後呢 我就把它存檔 它存檔的方法一樣 這邊的話 我是再增加一個fw物件 open 我名稱叫做uby.csv 然後呢 一樣把它write 那encoding的話呢 因為 我本來要把它存成csv 存成那個encoding 存CP90 不過後來發現 因為UT28有些編碼方式 CP90找不到對應 所以呢 它沒有辦法存成CP90 你想說為什麼不是都編碼方式嗎 主要原因是因為 UT28是unicode 的一種編碼形式 裡面最少有6萬多個位置 但是呢 如果CP90 我記得好像最多是1萬多個位置 所以呢 你變成說 假如unicode裡面有的字 在那個什麼呢 CP90 就是big5裡面找不到對應 那會變成沒有辦法正確的轉換 所以我剛好試過 好像encoding轉成CP90 會出錯 所以怎麼辦 就只能轉成UT28了 OK 不過轉成UT28有個問題 就是你那個csv用Excel打開會斷 變成你要再重新再轉 所以不要麻煩 不過這個 或許 所以喔 待會你們其實也可以練習看看 要不然就是直接乾脆存成Excel看看 會不會 就沒這個問題 只是說你要存成Excel的話 那就要複習上個禮拜有沒有 欸 Pandals Data Frame 一、二、三個東西 那再to itself 就OK了 不過要怎麼做喔 這個可能要想想看 OK 其實我覺得 我是希望說你要就是 學會怎麼做這件事情 比起你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來得更重要 因為你知道為什麼 然後知道很多理論 說你做不出來 這也是白搭的 所以我講過那個像奇標 有一本Pandals的書籍 這麼厚一本 對不對喔 裡面全部都有 但問題 你假如把它全部看完 你還是做不出來 把那一本書要幹嘛 對 反而放在你家裡書架 反而佔空間 對喔 所以最重要 還是要實作 OK 所以可以想想看 最後的話呢 把它存檔 write出去 close 所以最後的話呢 理論上我是希望得到一個 Uby.csv 要把它存 執行好了 那看一下有沒有錯 沒有錯誤訊息 那再來看一下根目錄底下 有沒有這個csv 有 不過理論上打開應該是 會是一個亂碼啦 所以呢 我們理論上呢 用ecell打開會是亂碼 那這個問題的話 可能還是要藉由什麼 藉由就是轉換 打開 應該是 唯獨好了 OK 這邊亂碼 所以一樣的方式 我們按右鍵編輯 這個奇怪 在記事本就OK 把它另存心檔一下 然後你可能要再存成ansi 這樣打開的話 不過你會發現喔 它會顯示出 因為它是unicode的格式 那你轉成ansi 就big5 它會有一些字 會變成問號 它找不到對應關係 所以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這個也是很麻煩 編碼方式 目前也是無解 說真的你怎麼解 只是說你要知道 有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不是你的問題 而是怎麼講 這個是應該編碼方式的問題 這個就是 不過我們先按確定 反正我們只是要看資料 所以你把它確定之後再打開 那理論上唯獨好了 你看這台電腦是有點問題 OK 得到的結果就是這三 一、二、三 這樣就OK了 好 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可以想想看 如果我要一勞永逸乾脆 我把它存成esale 只是存成esale 那你就要參考上個禮拜 講的東西 有沒有 那理論上 各位可以參考 0601裡面 應該是第16頁吧 我剛剛找一下 上個禮拜的那個 上個禮拜的範例吧 基本上在這裡 16頁在這裡 有沒有 引用Pandas 存成esale 那其他的 我會特別這邊mark 主要就是以後 你剛才拿來當範本 改一下 改出來就OK了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